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时间了 Tasting Money Facebook刚才第一个帖文 有少少的移动情况 现在没事了 可以大家继续留守都没问题 但要留意内地股市先 刚才原来真的是插水 现在三大指数都跌超过1% 少见点 因为通常都是发欧斗不动 但见到现在上证跌1.5% 3122点跌50点 深证跌202点 跌210113点 沪深跌49点 跌幅1.4% 落到3417点 创业版跌1.8% 即时找嘉宾和我们聊 有李星阳和Ivan Ivan早晨 早晨大家 见到市高开百多点之后 现在都收了水 只有腾讯 顶住 升到26点 24,068点 的位置 那为什么这么淡呢 市好像在期指结算之前 都不要这么老定 是不是呢 一来期指结算 二来刚才你都提了 这一排A股好像都弱小一点 其实上星期四五都见到 开始没什么力量 那我想这两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 法国大选 初步的结果出来 那不算太意外 但是反过来 就是因为市 其实从来都没有 怎样因为这件事 而回过呢 就是我反而觉得 在现在这些位置 你说很吸引 也都不是 很多时候都是在 24,000点去上落 我想如可能都 短期都会是闷一点 是啊 惨了 现在闷一点的话 因为我们差不多四月份 都闷了整个月的了 就是之前在range那里 24,200 24,300 游走很久之后 就打穿落到23,700 现在是带上来24,400 之后又闷一点 那五月份 已经很多人开始估 都是以淡为主的 是不是都是要sell in May 我又觉得未必 我觉得其实说真的 应该是宅幅 你几百点那些就不要说了 但希望去到譬如 月中十二月底 我觉得有机会再去上回去 因为见到这一轮 中国的经济数据挺好的 一般出来的业绩都不错 我觉得譬如当第二轮 法国大选五月头 五月七号 之后可能市况 就会明朗一点 但如果短期说这个礼拜 我想就真是会很满些 乘幅上落 是啊 蓝筹股呢 其实只有一只 腾讯就帮忙带下股市了 现在呢 都透气 刚才上到240 现在237.8 是不是暂时 你看到好像 美股方面 就是S&P啊 这些做得比较好些 纳指啊 那些做得比较好些 是不是都是以科技股为首 其他的那些都是一般的呢 普遍都一般的 反过来 其实美资银行普遍的业绩都不错的 所以譬如未来也都可以期望一下 会不会汇丰第一季都会好呢 我刚才看到的息叉就改善得挺好的 我想可能除了科技股之外 可能可以看看一些国际金融股 其他就真是普通一点 譬如中资那些业绩出了就普遍都OK的 但是你见过股价就不是很跟得上的 嗯 好啊 那有什么板块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我现在都觉得 除了科技板块之外 其他都不敢看 因为北水又停了 说真的 因为他们就来放一个黄金周 五月的时间 小黄金周 他们一开始已经停了手了 是不是都要等放完价 才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动力呢 都会是 所以几个因素之下 都觉得这个星期都会静一点 例如看的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内房股 甚至水泥股 是 例如水泥股出的那些业绩普遍都OK的 不过反过来也都炒了不少 譬如鞭姐 哇潤水泥今天出来的业绩都不差 营起是吗 上季之前已经说营起 哇真正九十一倍 是的 那那个业绩其实是OK的 但是当然之前已经炒了 炒上去 也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可能有些获利回头 嗯 那如果内房股呢 我之前你都有提过 就是内房股都还可以买了 那今天来讲 还有什么东西 觉得比较便宜一些呢 呃 譬如你见其实看回大南丑 这个688那些呢 中国海外 其实都 有排都没破定 我觉得 很慢啊 688不知为什么 近期 挺安全的 调回头 可能因为他那个 怎么说 反而调回头 他的项目比较遍布全国的关系呢 早一段时间就喜欢炒三四线城市那些 看看会不会现在中国海外追上去呢 嗯 好啊 688现在是22.5毫半 跌着就是1% 今早见到呢 亚居落就升得比较厉害 哇 现在又回回来 因为内地股市扯下来 很多股份都倒跌了 现在7.05跌着就是0.8%左右 那不如看下跌得厉害的股份 现在又 只不过跌1%左右 譬如吉里 银鱼 金沙中国 这些又不是跌很多 那另外长城汽车又跌1.5%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季了 那四月份就相当之难搞了 那第二季之前很多朋友都说 汽车股啊 医药股啊 就是等等 是不是还有这些这样的炒作 还是要调整一下那个心理呢 医药股我觉得就OK 不过由头到尾都觉得挺难玩 也都不讲真不是非常熟悉 就是 民心都其实都挺复杂的板块 也都很多不同的类型的股票 也都说不出一只龙头 除了一只国约之外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炒哪一只 那汽车股我觉得反而就不一样 其实是挺偏贵的我觉得 你见近来买车的数字都不太好 就是吉利就炒上去 因为出一些新款的车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看好的 嗯 好啊 看看两只先 现在呢 吉利很难 都不知道它捉不到 它业绩很好 甚至出的数字也是非常 十一个三毫八跌着百分之1.5% 至于呢 就是长城汽车都下来了 9.06元跌着大约百分之1.5%左右 如果现在近期市况方面 是否比较关注法国大选的影响比较大些呢 会是了 因为始终现在觉得这个正路地 就是中间派当选的 就是觉得这个去到第二两三 就应该这个选不了了 但是始终一天没选 就一天还有变数 而且始终都是市场没什么跌的 这个才比较危险 就是你反过来 如果之前是跌了的 那现在就放心一点炒上去 嗯 那如果跌会不会跌穿上次低位 你说去到哪个低位 23,700 就是最低 很容易的 几百点而已 一两天就跌了 是 其实几百点就不是很大的空间 嗯 好啊 上次最低23,723点的位置 好 那和Ivan聊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再和你聊天 先聊到这里 好 看到恒智现在升到45点 24,087点 想着今个星期回来 会有些好些的开车 但是内地股市 刚才也都顿得那么夸张 都不敢妄想 会有些什么好景著 因为外围都比较混乱 首先现在是法国大选 跟着你见到欧元又抽了上来 早段曾经一度升到百分之二 去过欧元对美元最高见过1.0921这个位置 是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位置 看看现在货币方面的表现 现在欧元对美元是1.0837的位置 只要到日元是1.10.02 这个日元是累了一点 之前上到港元7.1多 就比较跨这个情况 我们不如先休息一会 不如先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有朋友在YouTube上问460 之前我回答过一次 都和大家说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股份 现在升到百分之二 一直沿着十天线走的 就是四环一样 现在去到三个四毫三的位置 我想可能你都一路持着股份 因为都不多人问 我觉得你都还可以持着 沿着十天线的话比较安全 现在暂时最新 十天线在三个两毫八的位置 其实你见到它如果不穿的话 我觉得你都还可以有信心 继续持着 上次高位其实都接近破了顶 因为上天的高位是三个四毫三 就是在18号做的 今早最高就是三个四毫六 你见到那个买卖盘都很强 其实现在最新的成交金额 已经是五千三百多万 我觉得你守着十天线就不用太夹 如果它真的回调 在三月二十八 当时的五十天线是两个五毫六 它最低都是两个六毫一 如果你想买个捞便宜货 就看会不会真的被你收到 五十天线最新是两个八毫半 那你要给几个位置 比较高一点 起码两个九毫多 但是当然了 现在三个四毫多 你认为两个九毫多 就有点难度 不过市场看起来不太像样 捞些好股 就真的把握在低捞的机会 市场现在升六十二点 二万四千一百零四点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由于今天小炒王国毅力不舒服 稍后回来会有烫牛 好 穆射 好 听